嗨,我是文 我上次不是去给你们拍毕业照拍照叫什么 结果我这么一大半年纪 今天在校门口被同学要个微信 同学您好,可以加个微信吗 当然啊,不是我现在这张脸 而是这张脸 你看这个妆容看起来像没怎么化妆 但是比日常妆妥妥小十岁 超级心机奶甜奶甜的感觉 废话不多说,妆容显嫩的小心机都给你们整理好了 姐妹们直接跟着画 首先底妆是一定要透的 不能有一点粉感 用定妆喷雾喷湿点彩刷 把粉底液在手上铺匀后 用点彩刷占取 在脸上快速打拳 轻一点打拳 你看真是一点粉感都没有 而且没有粉和皮肤超级透 有没有 散粉不用全脸定妆 你画到哪儿定到哪儿 第二点,整个面部都不要有明显的线条感 稍微填补一下眉毛空缺的部分 延长一点就可以 就是要这种画了又没画的感觉 接着用倒置眼影的画法来缩短中停 你们看小时候和长大以后 其实上下停几乎没怎么变 主要是中停变长了 简铃的关键就是缩短中停 上眼影轻轻平铺带过 下眼影要比平时画的位置更宽一些 用深棕色画一个下包感的眼瞼下质 卧蚕用腮红来画 扫心机记好了 粉色是膨胀色 扫上去卧蚕自然就膨起来 而且没有荧光感 加上一点阴影 哇,简直就是麻生感卧蚕 整个眼形要往圆的画 你看圆圆的狗狗眼是最无辜最简铃的 在瞳孔的上方这一块画眼线 再稍微向下平平地延长一下眼尾 眼睛就马上圆了 睫毛夹翘 也是重点刷中间段 下睫毛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把睫毛膏竖着 慢慢地刷成一支一支的感觉 延长下睫毛也是缩短中庭的关键 来看一下对比 眼睛是不是变得又大又圆 中庭也更短更饱满了 好了,这边眼睛也画好了 接下来就要来打造 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粉嫩感 用腮红膏或者口红 用手抹开之后 点拍在面中这个团形的位置 按在这个眼角鼻头这里来一点 下巴 耳朵耳垂 耳骨的位置 这样子整个就会更有氛围感 我们再用修容 把鼻子也稍微缩短一点 只要扫在这里挺就好 这个地方往里收一点在上面 你看这样中庭这个地方 就会变得更Q一点 整个人的顿感又会更明显 最后一个重点 画嘴唇 先让它扯在下唇 用抿的给它抿上去 再用连天把嘴唇向外引上去 让人中视觉上更短 下唇边缘也过度饱满 再加深唇中的位置 用阴影色少一下嘴角 就有一点微笑嘟嘟唇的感觉 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姐妹们赶紧学起来吧 记得点赞鼓励我哟